今年适逢农历狗年 文化局文物成立式特别推出了以狗为主题的狗年特展 展出的作品是费心搜罗各种不同材质与形式的创作 展期到二月底址 欢迎乡亲丽丽文化局参观指教 由于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强熟现在艺术创作或居家摆设 而今年适逢农历狗年 南乐县华资产学会就与狗为主题举办狗年特展 深邀来自各方艺术家共同联合举办资产展展 展出作品结合许多多元元素 包括有金属、竹、桃或是绘画等 是创新结合的新一部 学会理事长梁志忠表示 金狗迎新艺术圈 十全十美光富贵 飞飞扬扬迎狗年 好运观望一整年 希望狗年特展能带给大家喜事连礼 因此推出狗年特展 作品来源包括文化部、人金国宝、李隆烈 书画大师、李古摩 都提供正常共享盛举 200多件的狗年多媒体特展 都是飞行缩集的各种不同材质与形式创作 表现各种狗肖像、种类、体态各异 清新色色的狗造型微妙微妙让人觉得十分有趣 暂期到2月底为止 欢迎向亲力领化局、文国陈列室参观指教 帮助用 Cavendam 让你喜欢过米饭